Hello 貫差異 今天是我和娃姐和肥姨姨來到台灣的第二天 但是今天我不會和她們一起行動 今天我要自己玩 其實這次和她們來台灣的真正目的不是和她們去旅行 是去看Coplay的演唱會 之前不是很流行一個毒冷指數的表嗎 我覺得我自己在毒這方面都算是高級 自己吃飯、自己看起來完全不是問題 我試過自己一個去看棟篤笑 自己一個去環球拍攝 但是還有一件事我還沒克服到 就是自己去旅行 我之前自己去意大利的時候 一般孤單就哭出來了 因為太孤獨了 還不是跟你說笑 我晚上在酒店裡哭 這次決定再次挑戰自己 中學的時候已經很喜歡Coplay 他們來亞洲開演唱會 又不來香港 然後我就唯有飛過來台灣找他們 但是沒時間跟我一起看 只可以自己一個去 看完已經很晚了 沒有車回來 所以我就會在高雄那裡 明天才回來 所以這條vlog就是我獨遊台南兩天一夜 Let's go 讓大家看看我們的AirBnB 現在亂到嚇死人了 嘩 什麼事啊 什麼事啊 我們一起訪問一下 讀游達人 嘩姐 我昨天就是在這條街上讀起舞機 他都說什麼齒力驚人 So wrong 這麼多齒力驚人 我也是人來的 我也是要面子的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喂 今次你帶了我的新玩具 DJI Pocket Yeah 出門前的最後準備 我的頭髮很麻煩 頭頂很油 髮尾很乾 通常去旅行酒店洗頭產品 都是不適合我用 現在每次去旅行都會帶自己的護髮產品 好 出發 哎呀 試日行裝 可以下載它這個 TEX Express 就是手機的護照 入閘一會兒沒有QR曲就可以了 厲害厲害 到了到了到了 來到高雄 之前來都是和朋友包車 或者駕車 第一次乘高鐵 我覺得台灣乘高鐵都挺舒服 挺方便 這位很闊 哇 台灣的電梯很慢 超慢 到尾 我們現在先回酒店放下東西 這次主要的地方 在鹽程區 我覺得這個地段選得不錯 很多出名的店都是這一區 還有在博爾藝術區旁邊 全部都是步行距離 非常之好 哇 第一次乘搭這個輕軌 你看它的鐵軌 超漂亮 網上看到它輕軌的時候 已經很想試 剛才一上去就上去 有什麼夢幻車卡 好像海洋公園那些海洋列車 裡面是有動畫看的 然後我就以為整架車都是這麼有藝術感的 原來不是 其他車廂其實是正常車廂 除了多人之外其他都很棒 然後我們要吃的就是這間厚德福 人們說它是台南的頂太風 很期待 因為我最喜歡吃的就是小籠包 很癲 我四點來吃都要等位 還要等幾張 今天的色系是和現在一樣的 紅白 究竟吃一龍桶還是兩龍好呢 我不管了 我要吃兩樣 那個豆漿是可以喝的嗎 對呀 任麵 任麵 豆漿免費 厲害 我馬上來喝 有紅茶 豆漿 醬料那些都是出去自己拿 小籠包好棒 這個皮真的很薄 不錯不錯 一餐肉吃小籠包的秘技 我會咬一個洞 豬豬是有幾個汁 我吃的小籠包 多一點肥豬肉 所以咬下去會比較油膩 就表示肉是比較實的 很幸福 自己都吃兩龍小籠包 它原味七粒 都只是100元台幣 25元港幣 好划 然後試一下它的蟹黃 蟹黃 滿滿的蟹黃 最喜歡吃原味 我覺得原味最好味 吃完出來 成功挑戰一個人吃兩龍 挺好吃的 而且價錢真的很便宜 但是你說它是不是好吃 頂太豐呢 我就有些保留 這裡的地標 我打卡 是來玩的嗎 我是來看Coplay的演唱會 哦 對呀 我是來看Coplay的演唱會 哦 對呀 就是演唱會 認識到新的台灣朋友 對 我也很喜歡香港的朋友 之前有來過這家成品 現在全是一模一樣的 來到這些書店 都是不會看書 就是直接來看精品 看玩具 看文具 看文具 在城邦走了這麼久 買了一條雪條 蜜蜜檬雪條 大家如果想來博爾 有多些東西走的話 最好就是星期六天才來 好像我今天星期日 都會有點屎嫂 但平日是沒有的 嗯 好吃的 吃東西的同時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戰利品 買了蠟燭 還要跟店主機很開心 我們交換了IG 他說他自己來香港會找我 哈哈 他平日回正職 叫四、六、一過來擺放 他挺開心的 我平日都去擺市集 然後我們就來吃這間米芝蓮麵店 鴨肉燈 鴨肉肉醋飯 下水湯 鴨肉冬粉 買三樣東西 買單都是170元台幣 很划算 先試一下下水湯 厲害 很多料 是一個內臟湯 這個湯是很清的 這個湯很好喝 我超喜歡 有香蝦的感覺 內臟加薑的味 試一下這個乾拌冬粉 調味不太多 但是吃下去的鴨肉味就很香 我拌的醬汁就是肉燥飯的醬汁 果然是米芝蓮麵店 排半個小時都抵 滷肉飯 沙喊滷肉飯就是滷肉飯 鴨肉飯就會有鴨肉加滷肉一起 一口有鴨肉加滷肉 滷肉也很好吃 好吃好吃 無力強力虛界 準備去看Coplay了 Yeah 這次為什麼會自己來看演唱會 因為我的朋友 跟他的朋友買Coplay演唱會票 誰知他們兩個都買到 但他就會看一場 所以他就買他的票給我 他就看明天的場 他剛剛跟我說他拿了票 所以我現在就去Metup他 超多人 後面前面全部都是人 好像跑我的馬拉長 喂 整張旗 剛剛好 買黃牛票 拉了去 神經病 拜拜 拿到票了 我們現在火速入場 換了一件Mersh Everyone is an alien somewhere 自己一個看演唱會主要是站位 就是這麼勇敢 對 那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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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ll try for you So then I jump on I will try to fix you I will try to fix you I will try to fix you 大家看完了 很好看 救命真的很好看 第一次在香港以外的地方看演唱會 我想說那感覺完全不同 人家這個場可以放到五萬 整場的氣氛 然後站位 跟旁邊的人一起跳 瘋狂跳 然後留下兩頂馬尿 真的很感動 Coplay是我中三、中四的時候開始聽 聽了十年的Bang在自己面前 熟眼可以看到的距離出現 真的很神奇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這種感覺 跟大家說一件很恐怖的事 香港那些演唱會 很多人會拿大機拍攝 我不知道原來台灣演唱會 是不能拿相機進去 這麼細部也不可以 他說你一不就走30分鐘出去地鐵站 再走30分鐘回來 一不就 然後說 什麼? 扔了一部相機? 那部相機浸了 然後我就拿衣服包著 放了去撿一點 我整場演唱會 都有擔心 在一個相機店 然後海鷹一圓 然後馬上跑出來 有了 Oh my God 幸好我在這裡 否則我真的哭給你們看 我現在看完 很頸殼 而且很餓 所以我可能去夜市 走一轉買點東西 之後就回酒店了 這些人應該都是 留了東西 在這裡拿 大大雞 在演唱會外面 到處尋寶 一定有很多人放下的東西 幾經辛苦 終於回到酒店 好累 原廠會10點鐘完 人龍長得 我一直排一直排 11點半才上去 差不多12點才回到酒店 我覺得我上次讀的 我這麼不開心 是因為在意大利人生路不熟 一些東西有貴 景點我沒什麼興趣 覺得很悶 很寂寂 很寂寞 這次來台南 一來我聽得明人說什麼 看得明人的路牌 我的行程裡面 充滿著不同的景點和美食 超充實 完全沒有私覺得 每位孤單人的感覺 所以整體體驗很好的 讚讚讚讚 我挺喜歡台南這個地方 之後應該都會再來 整個感覺就是很慢活 還有放鬆 扶手電梯又很慢 人們走得很慢 車也走得很慢 人們就很nice 剛才看完就全變了 看到嗎 我的頭已經亂了 然後就瘋狂出汗了 我現在洗個澡 等一下再說 今天真的超累 救命 本身以為自己乾皮膚 所以頭皮應該都是乾的 但原來不是 她洗頭髮的時候 那個洗頭姐姐跟我說 她洗了幾次才洗乾 只有頭上的油 我才知道原來自己是油頭 加上髮尾位之前漂染過 所以有毛髒的問題 油頭加上毛髒頭髮 超難找到適合的護髮素 或者髮尾油 直到我遇到她 全新的REJOYCE 免充洗護髮精華清爽配方 她一開始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寫著偏油性髮質 就是適合我 用完之後 我最喜歡的就是免充洗 平時洗完頭之後 用護髮素 花時間洗掉 我覺得超麻煩 免充洗就適合我的懶人用 而且乾濕髮適合用 今早出門的時候 我也是用它 超快超方便 因為她專門為油性髮質而設 質地很清爽 很容易推開 不用怕會很黏 她可以直接塗在我毛髒頭髮上 大家看看我用完之後 頭髮很順滑 超快吸收 完全不打擊 我頗喜歡她加了葡萄油精華 可以清爽修護之餘 還有淡淡的葡萄油清香 真的很明顯可以看到分別 在家裡也可以做一個 treatment的效果 不用浪費錢去Salon 只用漂染頭髮之後 也試過很多不同的品牌 但真的試到她們的shampoo和精華 才發現頭髮的狀態完全不同 除了順滑了之外 網絡也整潔一點 沒有那麼適合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快點入手 試一下 CV力非常之高 CV力非常之高 CV力非常之高